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它是漫威第一部 女超级英雄电影 它还是漫威的本名电影 而且放到复仇者联盟4之前 有种娇棒的感觉 相信喜欢漫威电影的观众 都知道 复仇者联盟4之后 会有一波超级英雄离开 惊奇队长 虽然票房突破11了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轻松 因为这部电影口碑一般 所以上映一周后 单日票房下滑得很快 所以这11票房 其实来得有些迟 这11票房里 还是有不少观众 是奔着彩蛋去的 虽然第一个彩蛋 只有几秒 但是不少超级英雄 都来撑场 包括美队 黑寡妇等 客观说 布里拉尔森的惊奇队长 虽然迈向一般 但是我觉得 这款惊奇队长 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部电影本身的节奏 没把握好 所以看起来 感觉一般般 看过了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的 预告片之后 相信有不少观众 都get到了布里拉尔森的言 想说如果金棋队长 换个化妆师的话 估计可以提前一周 突破11票房 虽然是 大家的玩笑话 但确实 也有一些道理 话说回来 以金棋队长 目前的热度 票房突破11之后 也不会有 太明显的增长了 而对于漫威米而言 今年的大餐 是接下来的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 想象去年看了 复仇者联盟3之后 一直在等 一开始真有种 度日如年的感觉 后来慢慢缓过来了 不过随着 复仇者联盟4上映日期临近 大家又一次 变得焦急起来 近段时间最火的一个问题就是 复联4定档了吗 只是3月 已经快到底 但大家 依旧没能等到官宣 虽然看到 有不少消息说是 4月24日上映 比北美还早两天 而且连豆瓣的资料 都显示是这个日期 但依然不能 算是正式定档 不过不管如何 一年的时间 都等过来了 其实也不差 那么几天了 趁这段时间 大家可以恋恋自己的膀胱 毕竟182分钟的时长 books 全部都是故着 但依旧有人kid冠 RC大长